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公府这是怎么了 简 你是不知道 昨日 侍卫清军司的官兵包围了国公府 与姐夫的安卫对质 要不是萧将军过来劝驾的话 那是要出大事的 国公府 现在是被控制了 简 你没见姐夫啊 他被关在后面的寝室里 据说 圣上下令不许他出来 姐 我还没吃呢 姐 姐 姐 二位 我给肃国公送吃的 多谢 肃国公 你这个样子 是被关禁闭了 明知故问 说吧 说什么 你可不是那般不计后果的人 戏码 得坐全了 君臣反目的戏码 聪明 那你要被关多久啊 两日 这么短啊 戏不能过头了 否则会惹人生疑 恰到好处 才能正中要害 那你和萧老将军也是演戏吗 他不配和我演戏 那内容 我不想提他 那既然如此 我先走了 这不是给我的吗 这是给我弟弟的 我一会儿给他送过去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担心我 才来看我的 没想到 又是我误会了 你没有误会 我的确是因为担心你 才来看你的 徐王妃 你等一下 徐王妃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也进不去啊 楚军的房间 被圣上派的禁军看着 我们这些安卫也进不去 只能在这儿守着 我正好想要找你们呢 我听说那日萧衡和萧老将军 当着别人的面吵起来了 按理说 他俩是祖孙 怎么看着如同仇敌 闭上那张仇嘴 这二娘子也不是外人了 再说 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这俩人还解不开这心结 说不准 他有办法呢 消灭韩将军的死 对我们主君来说 一直是一个心结 当年 消灭韩将军战死以后 幸存的彭副将 曾找过老将军 你当真 亲眼所见 我发誓 我没有半句假话 将军 是被他们弃下的 他们明明可以救将军 可是 他们不仅不派兵支援 反而 反而 反而堵死了将军 唯一撤退的路线 后来 事情却朝着主君 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老将军 消灭韩将军 和龙武军 不能白死 我再次恳求老将军 重新出山 重整龙武军 城王猫哭耗子 想让老将军出山 一旦老将军接受了 就等于在所有人面前 认可了萧将军是战死的 彭副将认为 老将军一定会在这儿 揭露城王虚伪的面目 我 出山 重整龙武军 失望的彭副将 执意要彻查 萧将军之死 背后的遗团 可连自己亲生父亲 都认可的事 怎么可能还要转机呢 彭副将反而被告造谣诬陷 最后还被查出 贪慕军乡 被处以崭刑 当年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就这么死了 你为什么不让人查 你眼睁睁看着我父亲 战死沙场 你这个贪图名利的大坏蛋 反观老将军 因为龙武军 是由禁军抽调的精锐组成 所以老将军 一下子就从结甲归田的贤人 变成了重掌禁军之人 一时之间 风光无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经病